好大概这些区域内容 我又必须要开始稍微跟你们介绍 我们首先要先了解 了解我们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 很多个栏位 其中这边有各县市 其中这里有各县市 好然后有title 那其实这个资料 这边就可以看到说 大家都是数字 唯独只有桃园市 它前面没有C的 好请问一下 这个栏位 这个栏位我现在用它来做分析 对不对 可是如果说它的栏位 假设这个定义层跟它不一样 你怎么去做计算 比较 对不对 好我再换另外一个方式来跟你讲 就是说没有任何图示 它就是文字 接下来这个前面是不是有一个Sigma 对不对 有一个Sigma 好 它就是数值资料类型 好了请问你 资料分析是在分析文字类型 还是数值类型 数值类型 对不对 还有 这边有一个 各县市都是 然后请问一下 这边是不是还有一个总平均 所以如果说 假设你今天 你分析 各县市 然后放一个台湾省 再加上 因为台湾省 还有各县市 那是不是还有外岛的 台湾省跟外岛 加其 它是不是就整个南瓜所有 可是如果你把台北市 跟台湾省 全部的资料 你都收集放在一起 那个台湾省 其实是可以整个直接拿掉的 可以吗 这样大概有听懂我的意思 反正就是你在画图的时候 你要 你要一致性 比如说各县市别的比较 就不能放台湾省 所以 那总计是什么 各位应该知道 对不对 你台北市跟总计的比较 这是不正确的比较 好 我刚刚要跟各位讲的意思 就是说 当我们今天拿到资料的时候 它就是不对的资料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做 去做什么事情 去做资料的清理 如果做资料清理 一样我快速的做 因为它动作真的没几个步骤 我就先把桃园市的类型改成 我们看一下好了 你看桃园市 桃园市 桃园市在这里 好 看得出来吗 它全部都是靠左对齐 那为什么它是靠左对齐 因为这时候系统 炮BI 它没办法辨识 这个三位 数值的三位一品 千分位符号 所以它就把它视为是文字